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同连长 干什么 这么晚突然开会 是不是有大任务 你这个人啰嗦 不该问的别问 带好你的事 来 三黄金 莫老婆 给 三黄金 好 南朝半军突然杀回广东 又在三合霸分兵 异于何为 长官部判断的也许没错 他们的确想取得东江入海口 依靠外远 企图远土重来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三合霸分兵 很可能就是他们最错的一步棋 参部长 命令部队一列巡场连夜启程 我们走北路齐川一线 直插朝山的盲躲和腰斩 与永林左翼之十三室 和右翼之八十七室 形成铁钳之势 彻底切断北退的路线 明白 输入大军铁壁和尾 且看叛军如何掏得妥 好 你怎么在这儿 绿者 三黄金 什么三黄金 我出来的时候 太太特别嘱咐我 让我照顾您的生活 我知道您爱吃这个 干了特地养厨子做的 这 这不六个指头挠痒痒多一档 好 好 再放这儿吧 是 到上海 我不去 灵儿 你爸可是为你着想啊 我就在广州哪儿都不想去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那天晚上的事 让我和你爸为你担了多大的心啊 你这是纯心 纯心想气死我了 妈 人家在广州的事还没办完吗 那你告诉妈妈 你在广州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我去帮你做 灵儿啊 你可不能再让爸爸妈妈替你操心了 就算妈妈 就算妈妈求你了 妈 您这是干吗呀 您要是不答应妈妈 我今天就不起来 妈 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 好 您如果您会的话 您要两个人 您不正好 您怎么乒呀 您快收到一期了 您放心 您总之乎 您好 您好 您第四位 您好 您好 这个阿莲 她怎么还不回来呀 五妈 阿莲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小姐说她就花点还钱 一会儿就回来 黄金小姐 我先转交给老板 要快 好吧 来不及了 小玉啊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们走 老头 走 老头 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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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跑 来 让我开 下 给你 一路 买班 没有能够跟你联系 我转给您江波送来的情报 您收到了吗 江波送来的情报 您收到 部队刚刚到达潮山 就被敌人打散了 损失严重吗 很重 不过火种还在 只要火种还在 我相信迟到有一天 会燃起熊熊的冲天大火 组织上 交给了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让我们设法 找到这只革命的火种 找火种 南昌部分起义部队 在突围以后 就下落不明了 敌人在找他们 我们也在找他们 我们必须抢在敌人之前 找到起义部队 跟他们取得联系 可问题是 我具体能够做些什么的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 敌各追缴各部 正陆续返回原住地 立刻指示江波 利用敌人的眼睛 耳朵 去摸 去找 一旦寻找到起义部队的线索 立刻向党汇报 好 收到 进来 老师 何捆 省党部转来了一份文件 你看一看 一份信 对 他们在潮汕地区 捣毁了一个共党的地下交通站 缴获了一批 还没有完全被销毁的文件 这是其中一份 涉及到我们的部队 这是十七旅的行军路线 和到达地点 还有十三师和八十七师的 大致方位 他是在警告南长叛军 不愿往潮汕方向走 没错 只是很可惜呀 这封密信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 送到叛军手里 叛军就被我们剿灭了 可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啊 因为这封信 昭示了我们左路追剿军力 隐藏了共党的奸细 老师 学生明白您的意思了 从这封密信 对我方情报提供的 疏密程度可以判断 这个共党间隙 应该潜伏在十七旅 因为只有十七旅的情报 他提供得最为详尽 而其他部队 他都不甚了解 另外 根据他所提供的 情报价值判断 他所掌握的我方情报 无论是从深度 还是从广度 都不在我军的致命点上 由此可以判断 这个奸细应该不在 我们的核心要害部门 至少他的官职不高 何快 其十七旅 把他给挖出来 是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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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什么 说我十七里有共党奸细 长官部是这么说的 他说有就有了 他有什么平均 从共党地下交通站 缴获了一封密信 上面涉及我十七里的机密最多 船长 您怎么看 队长 潮汕追缴战 我旅展开行动最为快捷 这功高遭记 也是情理之中 总要叫人挑出点毛病吧 不过旅长 既然长官部派人下来赌查 这种涉公案 不查怕是不妥 会给人留下攻击我十七里的口识 长官部派来的是哪路谁先呢 政讯处租查何坤 何坤 这名字怎么有点熟啊 旅长 是在广州碰见的那个黄埔何坤 他已经分到了长官部 真有意思 事情还真有个巧 旅长 您是否要接见一下 不接不见 长官部来的人多了 芝麻大小的罐我都要见一下 我干不干别的来 让你这个大科长出面就高看他一眼了 你安排他查吧 他爱怎么查就怎么查 黄大宝 什么事儿啊 何坤来了 他怎么来了 你想办法避开吧 能避多久避多久 好 johnson co 上罐 王帮迪 公平科 赵北 西平隐 许卫三 展卫连 江波 等等 把薑包的给我看看 余科长 这封信我想亲自查 你随便吧 喝多茶 江波 你好 时今有如过戏之白剧 肃乎而过也 查别离之期 明言数月余 难忘北月 武长生辞顾弃之意也 人意气纵有福予 怎难妈咪不说 定要回下将老家村落行亲 遂亦老 情难尽 为家者所必甚及 奈何 奈何 要紧青春消磨殆尽 气息虽相通 欲速却不达 乃高武军以免悬念 御林九月四日 有江波的消息吗 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按照常规 这封信 江波同志早就应该答复 行或者不行 可一直没有啊 会不会这封信 没有转到江波首领 我想去岳北找她 陈小姐 嘿嘿 诶 月莲呢 干妈 你来了 来来来 屋里住 坐 三百档 三百档 轩太太有请叫你去她家 知道了 子柒 你看 月莲给我买了件旗袍 怎么样 我穿好看吗 干妈 我还以为您穿不上呢 没想到郑和珅 嗯 子柒 怎么样 麒麟 我是担心你在军营里穿不出去 这边穿不出去啊 我回广州去穿 气死他们 干吧 干吧 这可是今年广州最流行的颜色和饰样 你看我们干妈 穿得多漂亮 漂亮漂亮 秦琳啊 你穿什么都漂亮 穿什么我都喜欢 这还差不多 包包 起来 绿 是 是你 江波 我给你写信布置任务 为什么不回信 你知道教教官等着我多着急吗 你给我写信了 写了 还给我布置任务了 布置任务了 什么任务 南昌旗不断于不突围 在越北湘南一带神秘失踪 组织让你利用敌人的耳朵 眼睛中去神经 先用敌人找到他们 为革命保留下这颗红色的火肘 这 可神玉莲 我根本没有收到这封信啊 这就奇怪了 我不是说虚 这也要是不刀刑 我计刑都是不刀刑 我绕地刑刑是有用的 行委 何昆来了 他来干什么 据说他被调到了 掌管部证训处 叶包子叫载没事不来 从他来到部队里点击 部队就开始了书信检查 几乎每个人的来信去世 都要被甄别检查过 几乎天天都有人 被抓进训道中 甄别审查 搞得人人自卫 何昆管这个事吗 他天天跟掌管部的人 混在一起 就凭他 他 他能不管吗 就是说 这封信在证训课了 百分之百 余阁长 我来查找我的一封信 你的信 是我未婚妻写给我的 应该就在你们证训课 现在他人来了 他告诉我他写过这封信 是宣太太 他让我来你们证训课找的 在长官部核赌场那里 核坤 是核赌场 告诉我 他在哪儿 吕布 驿站 虽然有一个权子 他不忍贴 他不是 子 我 天下 啊 Boy 你 我 你 来信 别说你一个小牌上 整个世界里 任何人的来信居信 我都有资格检查 你放屁 报告 起来 旅长 我问你江波 为什么欧大掌管部派员 因为他私差扣押我的来信 书信检查 是吕布赋予证询课的职责 你的书信 为什么就不能检查呢 他是挟私报复 无理扣押 何图长 可有扣押之事 旅长 是因为非侄在江波的来信里 发现可疑之处 所以才扣下来研究 可疑之处 难道他是共挡奸细 虽然卑职不敢确定他事 但是在他封信里 确实疑电扑朵 江波 信呢 御长 这是卑职的私人信件 拿出来 咱们长 看看他的个人隐私 是 不要 那你所想的 武功啊 你能不能检查 你能帮到他 你不顾到他 你能检查 你也能检查 你不正经理 你不顾到他 你不正经理 不吻贺 信的落款日期为九月四日 而信封上的寄出油戳日期 为十月十五日 前后整整相差一个月 是什么样的信 会相隔这么长时间才寄出呢 就这个 对 卑职怀疑 这是一个暗号或者暗语 什么暗号或者暗语啊 卑职正在苦亲眼中 尚未破解其中的秘密 你老师是这么教你的吗 何怪 破语这么一封情书 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吗 还研究研究 你和江部之间那些烂七八糟的事 我不想管 但是工作归工作 私人恩怨归私人恩怨 不要把两者往一块扯 可是你呢 非要往一块扯 难怪他会揍 你也不是个什么好鸟 掌口就骂 举手就打 还堂堂黄谱声 竟敢跟长官部派员动促 严重败坏我十七里的胜利 来啊 到 把江部带下去 关于兴兴紧闭 旅长 我的心 没人喜欢你们这些知乎者也 佑队长 带后头差去看个伤 别落下什么毛病 是 旅长 佑队长 请吧 旅长 我请求你 还是让卑职研究研究那份信 我请求你 莫队长 牌照 去 等你把作业歇会儿 我又跑不了 牌照 我在履行一个少兵的职责 你脑子可以灵活一点吗 请你把作业 牌照 我还是站着 那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牌照 听说你把长官部的人给打了 打了 兄弟们在暗地里都夸您哪 夸我什么 说你敢干哪 是个爷们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人 都憋了一肚子活了 当兵打仗 给长官的卖命 到头来我们连个写信的自由都没有啊 还搜我们身 你说他们这帮奶奶个熊的 你说 二贵 家是哪儿的 东北 吉林 家里有几口人 八口 爷 娘 撒姐 俩妹 还有我 怪不得要叫二贵 儿贵嘛 家里南蛮本来就少 为什么要出来当兵啊 家里太穷了 我又爱吃 能从日出吃到日落 我这么一出来啊 家里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我未婚妻来了 那是你未婚妻啊 这样 我去那边 有什么事你叫我啊 去吧 蒋布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 信我要回来了 我知道 装我宣自己回家说了 我一时没拢住火 把他揍了 我觉得 蒋布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要学会克制和冷静住自己 因为我们工作任务真的不一般 打都打了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不就是一星期紧闭吗 那一笔伺候他们一家人强 你怎么这样呢 我怎么样了 您就没有想过 卫子会耽误多少工作吗 我告诉你 在外边 比顿景币强不到哪儿去 他宣子齐表面上 是给我一个警卫拍照 他那是在演习给你爸看的 实际上 他根本就把我当成 他们家的勤务兵老妈子 别说敌人的高级机密 我接触不到 就连最普通的机密 我也没有条件去接触啊 我们想要通过敌人的眼睛耳朵 和中枢神经 兴趣找到起义部队 这太难了 就因为难 我们才要一起想办法 好了 现在 你关了禁闭 我们连个商量的机会都没有 我当时只是想 叫醒叫醒这小子 不过也算外塔正着 信我是要回来了 月亮 如果这封信 长期在那小子手里 说不准 还真会让他 琢磨出点什么来 怎么了 咱们约定的 密电解读方式 在落款日期上 可你的落款日期 和邮差日期不相符 这天 这小子已经看出破绽了 我们约定的密写方式 是以新的证文第九个字开始 每个四个字抽出一字 寄为情报内容 月亮 看来咱们的密写方式还有缺陷 以后还要慎之忧慎 多冻点脑筋 少出点纰漏 何坤呢 他看出破绽没有 他 跟我这儿比 还差很多呢 驴科长 是吗 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道理 是吗 别看旅长不相信 他没收了那封信 但是总有一天 我会破解其中的命运 不信你听 你说这凄不起窍 江波你好 时间有如过细之白鞠 肃乎而过矣 查别离之期 明言数月余 难忘北月 无畅生辞 顾忌启之意也 其众有同意 怎奈妈咪部署 定要回下江老家村落省亲 岁易老 情难尽 为家者所必慎疾 奈何奈何 要紧青春 消磨殆尽 气息虽相通 欲速却不达 乃告乌君 以免悬念 遇连九月四日 何督審 你的记忆力真是惊人 佩服 你说这么绕嘴 这叫什么心呢 我听胡处长说 你们是老朋友 一个战壕里走过来的 那碰白您说 我跟江波是同学 说句心里话 我怀疑他的身份 与共党有战略 只不过阴差阳错 暂时找不到真实凭据 你们在一个旅 我希望余科长 能以地理之力 实时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如果江波不幸被我损严重 不把他挖出来 那我们就愧对党过 罪莫大言了 何督審 你说得是 我们会注意的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 那我们走吧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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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江波在这儿 我想他了 我当然过来看他 你眼睛怎么回事 被勾咬的 恐怕是不老实吧 我不想隐瞒 我的眼睛怎么了 我想你也知道 我只想跟你解释一件事去 你还向我解释什么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我扣押了你 写给江波的信不假 但是我想证明的是 江波的身份 我并不想伤害你 你就是无耻 你扣押了我的信 以写信为由头 怀着卑鄙的目的 处心积虑地加害江波 你现在说你不想伤害我 我想问你 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不管你怎么看我 也许在你心里 我是个无赖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爱你 是真心的 没拆一点假 即便信件这事 江波把你牵连进去 我也要把你拆出来 我有这个能力 你真觉得 我是三岁孩子吗 你不相信 玉莲 你听我说 我想忘了你 可是我办不到 我想恨你 可是我怎么也恨不起来 即便是恨 那也是因为爱 我知道 爱是两颗 相互吸引的心 然后相互碰撞出的 炫眼的火花 我们之间并不存在 我们从一开始 到现在就不公平 我是一厢情愿 单相思 从理性上出发 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再见 然后相互转 开步走 那样才像个男子汉 可是 可是我怎么也做不到 我的腿让我向后走 可是我的心 又把我推了回来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你可以不爱我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爱你 我会为此等你一生 何坤 不管怎么说 你别忘记 我现在已经是江波的未婚妻了 别给我提江波 就算你们俩那事是真的 那事他欺骗了你 你 你简直不可理喻 玉莲 玉莲 我们不吵 我不想跟你吵 时间会证明一切 说句道家的话语练 我宁肯希望这一切是 江波使用不可告人的 首端欺骗了你 我也不希望 你是受到某种 政治势力的胁迫 无奈之下 你被拉来做了 江波的挡箭牌 高宽 你什么意思 因为前者 你早晚会识破他的骗局 你有这个智慧 但是后者 我真的不愿看到你与他们 泥沙俱下 淤石俱坟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你看看整个中国 根本就找不到一块 共党的立足之地 这就是历史大事 我被唯有顺服大事 才能百齿甘头 成为时代的弄仇 怎么能逆流而上 背弃时代 这不是 太不爱惜自己了吗 以卵击石 硬往绝路上走 你说够了没有 我是为你担忧 为你着想 我怕你上了别人的当 何昆 你不觉得自己 在自作多情吗 你不觉得自己 这样很可笑吗 再说了 我上不上当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 如果说 江波真的是共产党 我也愿意跟他一起连坐 而你呢 何宽 我滕雨莲 以前跟你没有任何的关联 将来也更加不可能有 所以我说 你就踏踏实实地 去做你的弄巢儿 不要再去打扰 跟你没有任何关联的别人 不行吗 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和修养 玉莲 你好糊涂 难道你真的就没有发现 江波在玩弄你的感情吗 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那个叫康英的神秘女人 是他江波的老婆 是 是你了解江波 还是我了解江波 江波他拽下眼角 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个叫康英他 肯定是江波的老婆 你们都不小心 但是时间会证明 我和坤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你让我走吧 那你让我走吧 玉莲 还有 我希望以后别再见到你 玉莲 疼玉莲 你会后悔的 干吗 就那么小的事情 值得干把关江波紧闭吗 玉莲啊 这当兵的事 我也说不好嘛 那您去求求干把 把江波放了不就是了吗 干妈 看在女儿的面子上还不行吗 行了行 我跟她说 别哭 干妈 拜托了 行 我去跟她说 老莫头 有 有客人 有个商号 长官部来的 晚上加两道好菜 给医馆九号房送去 别忘了啊 好好好 忙你的吧 慢走啊 进来 请问 老莫头 你不是回家了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何柯 长官部的客人感情是你呀 是不是江波给你弄来的 何坤 在家 填补好肚子 只好出来找口饭吃的 我问你是不是江波给你弄来的 围长刚好 要换个厨子 就补上这圈了呗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你 是不是江波给你弄来的 何坤 饭给你放这儿了 吃不吃用你 老莫头 我告诉你 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的身份了 何坤 你怀疑我的身份 能有什么用啊 老莫头 你还别长羊 有你一天哭不出来的时候 何坤 我吃的盐比你喝的水都多 你以为我这把岁数 是给夏大大 有意思 你们十七旅的 个个都跟持枪药似 怎么着 如果是江波给你弄进来的 老莫头你别忘了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 好 我奉陪到底 了得了 喝 毒 over 我 我 我 都不 나타�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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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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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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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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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吧 是 据长官部通报 受湘干秋收暴乱风潮之影响 福江一带皮子败乱再起波澜 大有席卷湘南之势 为此 长官部电力我旅 从即时起 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随时准备入校作战 散会后各部立即进行战备动员 完成出发准备 是 什么 放了江波 你听谁说的 玉莲吧 这不看身面看不面 冲滕千 你也不能把事情做得太过了 最后要怎么跟人家见面呢 从小偷真 长大偷金 我是为他滕千负责 他今天 敢打长官部派援 明天是不是就敢打我了 孩子不打上方接我啊 不给他教训行吗 要是不是看着滕千的面子上 我这几十金棍 早就把他刺头刺好舒坦 紫棋啊 适可而止啊 你看玉莲哭的 两个眼睛总得跟水蜜桃似的 我看这个小妮子 也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主啊 这才离开几天呢 又跑到部队来了 我全旅 所有的老婆媳妇都像她这样 我有个兵还怎么带 麒麟啊 你好好劝劝她 别老宠着她 给她说说 让她这两天就走 这江波不从离放出来 她能走 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部队要有行动了 又有行动 对 你的家乡福江县城 又闹痞子运动了 紫棋你说什么 我说福江城又闹痞子运动了 你是说福江 对 尤其是福江闹得最凶 那 那我爹爹和我娘 爸爸 你爹爹 我爹爹 他爹爹 你爹爹 尤其是个月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把门给我打开 于科长 江波 旅长让我来看看你 反省得怎么样 科长 直反省得还行 什么叫还行 旅长是挥泪斩马素 固执虽顿紧闭 但心存感激 马素 你还倒真会比喻 直随被马素 也没事接听 可是这事 如果真的传到长官部 确实是对屡屡的声誉不好 你赚得还倒真快 科长 不是直赚得快 是事情本来就是如此 江波 你很善言辞 科长夸奖 我是夸奖 科长和旅长 把我救出林宇 恩同再遭 科长说话 当然是好 江波 我警告你 我能把你从监役放出来 也能给你送回去 科长 听林立话的意思 我的紧闭 是不是要给解除了 罚你带罪立功 去吕布火服班 背情经过去吧 是 什么 把江波放了 吕布有行动 吕长只是放人 我也没办法 他归队了 不 是去吕布火服班了 火服班 莫大夫 江波 不是说关机紧闭了吗 好 来你的火服班报到来了 怎么了 这条疯狗肯定也咬你了吧 我倒是不怕 不过我总觉得 他待在咱们雷里 会跟你知道吗 这你就放心吧 在时需比他仗高上风 小爷我根本就不尿的 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好 江波 玉莲 怎么回事 敦静逼出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人都急死了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位 就是吕布新来的厨子 莫大夫 你好姑娘 你好 这位是 他就是我的未婚妻 滕玉莲 未婚妻 那那谁 莫大夫 你能不能少说点话不说话 好 你们看 你们看 玉莲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干爸让我过来找你 晚上去他家一起吃个晚饭 晚饭就免了吧 他老公让我在火厨班少待几天比什么都想 那就更加应该去了 否则怎么让干爸帮你说几句话呢 可我这儿 不还有做刑警权准备呢吗 干妈说了 部队好像不开爸了 不开爸了 听说富江那边 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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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牧 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巧合 有点不可思议吗 你 我 老木头 还有滕玉莲 我们在石棋旅凑在一起 你 我 老木头 败败 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你说 我听着 你立刻给我滚蛋 这也由不得你 老木头 我要找你谈话 对不起 我的长官命令我 准备行军打仗 没工夫 这也由不得你 跟我去证据科 败败 在军营里 这点规矩你都不懂 没我上司的话 对不起 不却 我跟他说 走 何愧 你以为你是石棋旅的太小皇呀 江牧 甭 甭你嘴硬 我跟滕玉莲说过 你们会后悔的 为了你们在石棋旅巧合的聚会 如果你不想脸上再挨一圈的话 就立刻给我消失 是 江波 我会让你 为你打我这一拳 付出代价 老木头 我在证据科等你 江波 你看你 怎么那么不争气 竟给干爸添乱子 这多亏是干爸的部队 要是别人部队呢 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呢 让你去火府吧 活该 林长 我错了 我敬您被抢 求求免了吧 以后稍微捅点脑子就行了 要知道军法无情 真也是错到 罪无可赦 就是天王罗赛见了你 被这记住了 干爸 您真愿意让江波 就这样长期在火府班待下去吗 好 月莲这个事你不要求求求求求也没有用 我没有把它送到军法处就高客气的了 来来来月莲吃菜 多吃一点 您别管我了 您自己吃啊 好 我吃 这就怪了 今天这几道菜 怎么没有一道对味的 回太太 今天的菜不是莫大伯做的 莫大伯给教导郑迅科谈话 今天的菜是由赵大哥临时提班做的 郑迅科找一个厨子谈的事不过来 旅长 是何坤 他在友谊找茬呢 你没老木头 是我介绍给您的 请不便 到 去 把余维三给我交过来 是 小何 旅长可是披头盖脸 冲我发了一天的大火 郑迅部门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可疑分子 我做的没错啊 你这么做 旅长学长 你是跟他较劲 是跟他过不去 我跟旅长较劲 我有这么大胆吗 我只不过跟一个厨子谈谈话而已 你是不知道 旅长爱妻在军中 可是爱出了名的 为了宣太太的口味 旅部换了无数个厨师 而老木头是他最忠义的一个 你这么做 旅客长 我这事都做了 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我看啊 你得向孙太太道个歉 是 南城西医部队没找到 秋收暴动也失败 雨烈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你悲观了 悲观 我悲观了 我这是着急啊 我恨不得 现在就能够找到南昌起义部队 然后和他们一起 背上挺花机关枪 把这帮苟日的反动派全给吐吐了 我还是相信赵家官的话 只要有火种在 终有一天 会燃成冲天大火的 可是我们总要先找到火种啊 江波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可是现在你光着急也没有用啊 还得想办法去解决 办法 只要去想 还是会有的 我好像听见他们在笑话呢 他们笑胡能为力 笑我毫无本事 笑我像个大白痴 你们笑吧 笑吧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全部都笑不出声来 你们对我让你们来 多便宜 负助 负助 可能 你看 看什么 等会和你也纠结 可以 我可怜的爹爹 自欺 你不是旅长 去 我让你带兵回去 把我爹给救出来 你把他救出来 你怎么不说谎 你哑巴了吗你 琪丽 老师琪丽说是什么了 给你们家看家护眼的家庭骂变 我想走着就走着 我拉倒拉也拉倒去 你真是猴 那你说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辅江县 是农军抓的 农军抓的 好 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接近敌人中枢神经的办法 我的老家在辅墙 我要赶快回去一趟 把罗老太爷从农军手里给捞出来 他宣子齐 不是一直把我并比在他的核心以外吗 这回 我要让他把我请回到身边去 你的意思是 救出罗老太爷 取悦宣子齐 得到他的信任跟提升是吗 这是个机会 可是你那么做真的太冒险了 什么都不动到是平安了 可是党让我潜伏地营的目的 就是要保义己平安吗 那我干嘛要出来革命啊 我在家里不是更安全吗 我干嘛要来潜伏地营啊 你这是在赌气 江波 罗老太爷是什么身份 你知道吗 他有多少血债 多少恶事 你都知道 为什么邱淑琪刚刚失败 农军兄弟不抓别人 单抓他呢 你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你就要去救他 我问你 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救他 再说了 你现在的身份是国民党军官 万一跟赚罗老太的农军兄弟们 起了冲突 你能跟农军兄弟们开枪吗 我可以不伤他们呀 可问题是农军兄弟们最恨的 就是国民党恨之入骨 你是可以不伤他们了 可你保得准吗 他们哪里当反革命给杀了 他们真的做得出来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 你已经可以跟农州 不想人家 你都会谓 这次是你 你还是要省药了 你还可以 是究竟几千人的起义不对 另一边 无非是搭救一个地主老财 就算我做错了 两相权衡哪个更重要 我说了 还是要请示组织 我也跟你说过了 来不及 江波同志 你是共产党员 要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共产党员 我告诉你 我宁愿不当你 什么都做了 江波同志 我再次强调组织性 纪律性 没有组织批准 不可以行动 我马上回广州 等我的消息 不尽量吧 不是尽量 是必须 到了那 我会给你写信用的 小心 何组长 走吧 算了 于科长 改天再去宣旅长家拜会吧 您是说 您能把我爹地给救出来 太太 我是您跟旅长 从监狱里给救出来的 我的命 就是您跟旅长给的 我现在能活着 已经是多转了 而且玉莲走的时候再三叮嘱我 要我替您分拥 所以我愿意前往福江 把罗老太爷大救出来 江波 你若能把我爹地救出来 我 我们一家人都 太太 什么都别说了 事不宜之 我只有两个条件 慢说两个条件 就是两百个我都答应你 第一个 请宣旅长给福江县党部修书一封 让他们协助我的工作 这算什么条件 快说第二个 这第二个 太太 等我回来以后 你能不能跟旅长说说 让他别再让我做现在的差事了 我想像模像样的当回兵 江波 我向你保证 只要能救回我爹爹 这十七旅 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有 我一个堂妹 在省党部党部调查股做书记员 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 想必 他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哦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罗茂莉 江波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旅长 如果有可能 我想带个帮手 谁 我牌里有个上等兵 叫轰二贵 准 还有什么要求 没了 江波 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办不好 就不要再回来了 天涯海救你随处可飞 不算你逃兵 我恕你无罪 律长 军中无邪 我说话算数 是 事额获是揽下来了 但能否完成 还真是个未知数 农军兄弟对罗老太爷抓而不杀 必定有其装而不杀的道理 硬想 既不可行又不可能 劝说 我的身份和意图 又不准又丝毫暴露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才能既不伤害农军兄弟 又把罗老太爷 从他们的手中给捞出来呢 但哪 队长 这马上就到了 晚上吃点啥呀 跪去 御脸 不知道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吗 你到广州 看见赵教官了吗 竟原谅我的不辞而为 因为我别无选择 既不可是时不我待 我只能如此 叫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啊 御脸 我们已经跟香港边的特委取得了联系 你将以特委特派员的身份 立刻赶赴福江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罗旭仁上述开明身世 没有血斩 抓捕他的农军 很有可能是暴动失败以后 自行潜入深山 并以至坚持斗争的农军残暮 他们跟特委也已经失去了联系 你的任务 就是要通过福江的地下党 和这些农民兄弟取得联系 并且说服他们 放掉陆许人 以配合江波同志这边的行动 当然 办法要巧妙 万不可 把江波同志的真实身 暴露出去 这个我懂 你们准备怎样动身 我写信通知江波同志 我们分别动身 任务很重 情况也很复杂 谨慎 小心 记住吧 这是特委 在福江秘密交通站的地址 报告 罗老狗带到 带上来 是 带上来 罗老狗 你可知罪 不知 你宇宙百姓剥修穷人 难道还不是罪吗 我不知道 剥修了在座的奶无黑呀 你剥修谁都不行 我问你 你的姑爷宣子齐 是不是白狗子的旅长 他是国民革命军 第十七昏尘旅的旅长 狗屁 什么国民革命军 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上 沾满了我们多少革命功能的鲜血 简直是罪恶逃天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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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老狗 你听见农友们的呼声了吗 听 听见了 哼 你就不想想 你的老婆孩子 还有万贯家产 依然致死 想要何用 老夫已经万年之亏了 我们还可以给你一线生机的 求尽数日 你们已经给过我机会了 可曾经伦他是不会来救我的 他怕不得我早点死啊 你们 你们就早点动手吧 你的侄女罗茂莉 也不会不管你的死活吧 茂莉 茂莉她在哪里 你不要管她在哪儿 只要她肯答应我们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免你一死 你放心 我们农军说话是算数的 可是 可是我 又如何能够见到茂莉呢 茜 你就别想了 不过 你可以给她写封信 我写信 这就是茂莉 这个是茂莉 那这个是茂莉 在茂莉 那这个是茂莉 没有参加一个 这就是茂莉 的茂莉 没有参加一个 太太太 又是茂莉 算了 凭了 但是不过 可以 这就算了 大家欢迎欢迎 各位党内同仁 各位相党相身 全子曾兆军 全子曾兆军 此番从革命之都广州 回乡省亲 成盟在座诸位一片错爱 热情之举 令曾某不胜感动 今薄酒素餐不足称道 今表曾某一片敬意 还望大家海寒 在此 曾某先干为敬 大家请 好 来来来来 曾公子 来 恭喜你一句白相 同仙 同仙 谢谢入位 谢谢 罗小姐 我敬你一杯 对不起 本小姐今天没心情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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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请坐 请坐 今天 我还要向大家隆重推出 本县引以为荣的杰出才女 县府参议长罗绪仁老先生的本家侄女 省党部组织科 党务调查股的书记员 罗毛利小姐 罗小姐 大家欢迎 好 好 好 大家随意 好 黄会长啊 照顾好你的太太啊 好 张先生 让你身体健康 好好好 黄机长 来 我敬你一杯 来 罗小姐 吃菜 跟你说我不饿 总得吃点什么吧 曾少校只管自己撤 先干了 随意 休止 外边有人求恋 跟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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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是浑城十七旅的弟兄吗 十七旅 仙子徐旅长景月牌排长江波 好好好 江排长来得早 福来得巧啊 您是曾树旅长吧 本来不想打扰曾树旅长父子的玩具喜事的 只是军务紧急啊 我受宣里长之命 特来和曾树旅长商讨解救罗老太爷一事 这儿有宣里长亲自修书以逢 还请曾树旅长过目 既然赶上了 怎么也得吃完饭再说吧 你说呢 江排长 是啊是啊 书记长一片美意 江排长就克随主辩嘛 再说 审党部的罗小姐也来到本县办理救赎仪事 何不在酒席桌上认识一下 以后也好通力协作呀 秘书长既然这么说 那我确实确实不公了 谢谢书记长 好 快认快议 警卫长请 书记长请 嗯 十七旅的 十序旅警卫派派长江波 广州警卫司令部宪兵三团 臣机处长曾照军 长官好 好 明排长请坐 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省党部的罗毛利小姐 罗小姐好 好 来 我代表本县 给你接封了 曾书旅长 在我出行之前 旅长特别有令 在罗老太爷获救之前 是不准我们喝酒的 来 县官不如县管 来到我这里 你可以开箭 在来日 我有幸面见宣历长之时 一定带你赔罪 来 这儿 书记长恕罪 我在旅长那儿 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而且罗老太爷 尚处敖奸至重 江波不敢造次的 爹爹 不须让他喝酒吧 也好 那就随意 大家都随意 我到另外一桌去看看 赵军啊 照顾好大家 来 大家喝酒 王太太您随意 王会长 来 来来来来 王小姐 来来来 干 江排长 我来敬您一杯 您总得喝吧 罗小姐 你我虽未曾磨过面 但在宣太太那里 我对你是早有耳闻了 此次我前来福江 我会积极地配合你解救 罗老太爷的行动 任您仗前驱势 绝无二话 但这酒 还请您放过江波 那如果 我是命令你喝下去呢 您不会下这道命令 来 把他喝了 请您收回成命 如果我不能 罗小姐 我的上司 是十七混成旅 少将旅长轩子齐 我只听命于他 罗 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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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他说放开 罗小姐 放开 你说这饭没吃成 是惹了一肚子气 我外根咱俩也喝不成了 就喝点白开水吧 老贵 你也快点吃 今天晚上咱们早点睡觉 明天一早 去挥挥那罗小姐 还挥那罗小姐 那不还得挨狗屁尺吗 咱俩挨狗屁尺没够啊 叫你吃你就吃 你哪那么多话 快吃 嗯 让你吃点啊 慢点儿 别噎着 这是什么 是莲子根 小姐 给我吧 伯母 神当部的崔半飘 我已亲手交给曾经伦了 而且她答应我 近日出兵去解救大伯 你大伯 反映是有个三长两短 有我以后 可怎么活呀 金燕 老太太 老太太 姑爷派来救老爷了 姑爷 姑爷在哪儿呢 他们都在门口了 你这个不回事儿的 还不快请 子子 伯母 你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 派来的 不过是一个排长而已 排长 老太太 这是姑爷派来的人 张白兰 老夫人 我是宣子齐旅长会下 警卫排排长江波 这位是我的弟兄洪尔贵 我们是受了旅长和太太之命 前来搭救罗老太太的 你请坐 罗小姐 昨天宴席上多有得罪 还望恕罪 其实我知道 您摔的不是我 气的也不是我 您只不过是相装舞剑 意在佩宫罢了 你这人脸皮倒还挺厚 罗老太爷被掳 已数日有余 无奈福江县党部 却并无半分营救之举措 罗老太爷那边水深火热之时 曾书记长在这边 却歌舞升平 设宴相庆 如此强烈的反差 罗小姐 您怎么能够不义愤填膺呢 但是曾书记长说的没有错 县官不如县官 虽然您是党部特派员 而您除了一纸官房在手之外 身边却无一兵一组 要营救罗老太爷 您还得仰仗 甚至是依靠着曾书记长的力量 所以 尽管您对曾书记长 阳奉阴伟 久托不绝的态度 及其做法深恶痛绝 但是您还是不敢跟他闹翻 甚至有火都不能明确地发泄出来 这个时候 我就成了您的出气筒了 您这是指桑骂怀的 我说得对吗 你 你一个小小的牌掌 罗小姐 秤妥虽小 但她能压千斤 您 请坐 对对 姜牌掌 你坐 坐 小红 快给姜牌掌看茶 姜牌掌 请 我姐夫 是就派了你们两个人 是的 两个 福江有一个保安团 尚且不能发兵 我倒想知道 姜牌掌 想怎样搭救我大伯 罗小姐 我既然敢在旅长面前立下军令仗 就不会自食其言 我愿闻其想 十七旅和县党部的通力合作 你弄错了吧 哪有十七旅 哪有省党部 现在就只有你和我 我想说的问题 你已经都替我回答了 就我们俩 就我们俩 我们 我们怎么做 你现在的官职应该比我大 不用说这个 只要你说的在里 我会服从 可是我还记得 您当时历生命令我喝酒时的情节 你还记得这个 以后不会有了 说吧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帮泥腿子也是狠人 怎么不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也省得咱们在这儿闲吃萝卜蛋操心 赵军啊 这里面的很多事情啊 你不懂 那帮泥腿子之所以不杀罗绪人 就是要拿他做交换 要我释放 关押在县城大牢里的赤匪头目 丁极长 宣自其通过军部 施压给省党部 省党部又把这个皮球 踢到了我这里来 让我既要救出罗绪人 又不能把赤匪头目放虎归山 最要命的是 他们居然把那个罗茂利 派过来督办此事 让我左也不能右也不可 只好使出脱刀计 走一步看一步 难哪 实在是难哪 罗老夫人 您再好好想想 罗老太爷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 去罗家坡祭祖 您没有劝他吗 听说啊 乡下闹吃匪 这十里八乡的 现在还不太平 你这一去 这万一碰上红胡子怎么办 红胡子就不是人了 他们不吃不喝 不拉不睡 天天趴在那 瞪着眼睛 就等着我去祭祖 没那种三头六臂的人 往罗家坡 大路小路几十条 他们就那么村 飞着在我去的那条道上 等着我 我呀 从赵王沟过去 那条道 没几个人知道 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呀 怕什么万一了 就算是万一 我没有作恶 又没有杀害人 他们那猫娘要去啊 江北长 请喝水 江北长 房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们搬过去吧 谢谢你 罗小姐 爹 你就不能为了孩儿表现一把 赵金啊 当着爹地的面说实话 你对那个罗毛利是不是动心思了 爹 你觉得呢 我觉得恐怕不行 为什么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爹 此番得让我回乡省亲 不是也有让我相亲的意思吗 赵金啊 我和罗续仁历来不和 眼下你腿子又把罗续仁裸去 罗毛利以省党部的名义 大屁股押我出兵 我借他拿不出 罗续仁的准确下落 才左推右党的 没把兵给派出去 他不可能不放在心房 爹 恕我直言 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 如果我是您 我就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 积极派兵前去围剿营救 这救得出来嘛 罗续仁欠您老大一个人情 于权于士于人于力 他以后得让着您 这要是救不出来嘛 他不是一直与您老不和 你的意思是 借你腿子的手 既卖了人情 又达到了目的 何乐而不为呢 这要是尽管